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个女人衣着光鲜,容貌毅力,一副上流手会名门望族的模样 诡异的是,她就用酒瓶插进自己的身体,还用麻绳勒紧紧自己的手腕,留下鲜红的痕迹 到底是怎样的原因,让这个女人对自己下次狠手 这奇怪一幕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阴谋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电影《消失的爱人》 影片的开头,艾米趴在丈夫尼克的胸前,如同一只温水的猫咪 镜头中没有尼克的脸,只有她的一双手轻轻地爱抚着艾米的秀发 旁白讲述着尼克的内心,每当我想起我的妻子,我总会想起她的头颅 想着如何敲碎她可爱的头骨,拆解她的大脑,好找出答案 那些在所有婚姻中都很重要的答案,你在想什么,你感觉如何,我们对彼此做了什么 艾米突然抬头,露出了一个警觉的眼神 画面来的艾米和尼克五年结婚周年那天,天还没有彻底亮起来,尼克早早出了门 她有些彷徨地站在路边,接着转身开上车,来到了和双胞胎妹妹小哥一同经营的酒吧 兄妹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父亲酗酒又谎话连篇,很早就不负责任地离开了家庭 几乎是母亲独自一人抚养了尼克和小哥 兄妹两人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几年前母亲离世后,两个兄妹就开启了这家酒吧 每当尼克心情不好,就来找小哥说说话 尼克这次来,是因为和妻子艾米之间有了隔阂 其实最近两年,两人就已经逐渐有了矛盾 但恰好今天是五周年纪念日,那些细微的矛盾似乎一下子压在了尼克身上,让他喘不过气 一开始,尼克和艾米如同天造地设般相爱 但在生活的打磨下,那些曾经意义生灰的爱恋,也逐渐变得暗淡无光 就连之前夫妻俩都乐在其中的寻宝游戏,也让尼克厌烦至极 寻宝游戏是尼克和艾米的纪念日传统 每当到了这个日子,艾米就会给尼克留下线索,让他找到谜语的答案 可这两年,尼克对家庭的关心越来越少,让他再也回答不出那些关于家庭的问题 这让艾米生气极了,一想到今天要被艾米拉着玩寻宝游戏,尼克就觉得想吐 按照美国的传统,结婚的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称谓,止婚,不婚等等 夫妻双方要按照主题给对方送礼 以往,他们互相赠送过笔记本,创单 等到了五年母婚,尼克竟想不出任何可以送的礼物来 这时,一通电话打到了酒吧,是尼克的邻居打来的 邻居告诉他,太阳的猫跑出了院子 尼克一听,就立即驱车赶回家中 他抱着猫打开家门,谁知家里空无一人 客厅的茶几破碎,似乎有人再次搏斗过 艾米失踪了,尼克立即拨通了报警电话 这时镜头来到了一本笔记本上,是艾米正在写日记 日记中是艾米和尼克之间的点点滴滴 艾米第一次见到尼克,是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 尼克优秀,温柔,体贴,幽默风趣 将艾米从无聊的人际交往中解脱了出来 在交谈中,艾米得知尼克是个杂志作家 同为纸媒从业者,两人一见如故 那天晚上,尼克带着艾米在城市中漫游 他们来到一家面包房的后街 糖霜如漫天飞舞的雪花 尼克伸出手指,抹去沾染在艾米唇上的糖霜 艾米的气氛生疼,两人在忽然的后街热闻 爱情也如糖霜般甜蜜 两人当晚就满怀激情地共度吹销 画面回到尼克家中 警察邦尼女士赶了过来 邦尼在房子中调查着 询问着尼克的婚姻状况 尼克回答说,我们已经结婚了五年 两年前她母亲病重 夫妻两人就从纽约搬到了尼克的故乡密苏里 但不幸的是,母亲还是在不久后病逝了 邦尼发现,房子里的电誉都没有关 还在冒着热气 说明艾米是在没有预计的情况下失踪的 突然,邦尼在厨房的角落上发现了一次血迹 她在血迹旁边贴上一枚标签 以便后期地调查 邦尼继续在房子里查看着 一面墙上挂满了艾米的各种荣誉 她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拿了多个学位,也得过不少奖项 就连畅销全国的绘本《了不起的艾米》 也是以艾米为原型创作的 镜头再次回到艾米书写日记本的画面 这一次,日记中的内容是一次晚宴 绘本中那个了不起的艾米 要在最新的故事中结婚了 许多绘本的粉丝和记者齐聚一堂 清楚艾米的虚拟婚姻 艾米的父母是纽约的大出版商 也是了不起艾米的发行人 他们光鲜亮丽地出席了晚宴 而艾米作为绘本的原型 也不得不在晚宴上露面 宴会上,艾米挽着尼克 心怀不满地倾诉着 她对这些绘本的厌恶 现实中的艾米并不像书中那样完美 她十岁就放弃了大提琴 也早就不打排球了 可绘本中的艾米 不仅是个小提琴神童 还进了排球校队 这时艾米的父母走过来 希望她能回答记者的问题 可这对于艾米来说 是她要面对长枪短炮 一次次承认自己并不那么优秀 无意让一群陌生人接得的伤疤 可艾米的父母是对自私自利的伤人 只要能维持光鲜亮丽的身份 并带来更多利润 他们才不在乎女儿怎么想 艾米也没有资格抱怨父母的做法 她一生享受着优渥的生活 接受良好的教育 艾米的信托基金 依旧是她主要的经纪来源 在记者的围攻下 艾米勉强保持着微小 应对着一个个尖锐的问题 这时尼克如同骑士般拯救了艾米 她当着众人的面拿出了一枚戒指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向艾米求婚 这把全场的气氛都烘托到了最高潮 也让艾米终于像绘本中那样 获得了一段幸福的婚姻 开始的两年 他们如胶似漆默气十足 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爱的痕迹 有尼克在身旁 艾米再也不会被灰本里的虚拟形象摔在身后了 镜头回到警局 邦尼警官正在盘问着尼克 据尼克称 她是酒吧的拥有者 还兼职在大学里教写作 在案发的早上 她去附近的海滩待了一会儿 又去了酒吧和妹妹小哥聊天 一回家就发现艾米失踪了 当邦尼问起艾米 尼克却显得一问三不知 不论是艾米每天在干什么 还是有没有朋友 是什么血型 尼克的回答只有沉默和摇头 这让邦尼身面的小警察觉得 尼克可疑极了 就在尼克用警局电话 向艾米的父母报告艾米失踪时 撞进了自己那酗酒的父亲 正在警局里和警员争执 父亲又喝多了酒 还跑出了疗养院 尼克只好放下手朵的时 送父亲回去 由于艾米和尼克的房子 属于案发现场 需要被封锁调查 尼克暂时住进了妹妹小哥家中 小哥虽然一直都不太喜欢艾米 但艾米失踪了 他还是十分担心 祈祷着艾米能够平安归来 而此时此刻 邦尼警官正带着调查小组 在尼克家中寻找线索 一个名叫活三的女人走进来 他自称是艾米最好的朋友 焦急地询问着艾米的去向 但事情刚刚发生 邦尼也没有什么头绪 邦尼继续在房子中调查 他发现 夫妻俩人所有的开支都由艾米承担 车子 房子 甚至尼克精英的酒吧 也都在艾米名下 一个奇怪的发现 给邦尼带来了全新的线索 那是一个信封 上面写着线索1 第二天一早 尼克赶到了警局 艾米的父母也赶了过来 三人抱在一起 彼此安慰着 警方为他们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尼克面对着无数的记者 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看样子有些萎靡不振 而艾米的母亲 则掏出了一份手稿 她的演说十分动人 眼中的泪滴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记者 一时间 全社会都对艾米的失踪关心极了 尼克觉得镜头下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让记者拍了个正照 来到会议时 艾米的父母告诉警官 艾米是个很有异性缘的女生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恋情总是会变得很奇怪 比如艾米学生时期的恋人柯林斯 在艾米提出分手后 柯林斯就一直对她纠缠不休 甚至到了跟踪的地步 艾米不得不向法院申请限制令 才让柯林斯离开她的生活 在八年前 艾米和一个男友汤米分手时 事态闹得也很严重 不过艾米的父母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 老夫妻十分担心 送走了艾米的父母 帮尼把尼克留了下来 询问着那个 写着线索1的信封是怎么回事 尼克回答说 这是用于他们纪念日的 寻宝游戏的线索卡 每年他们都会玩这样的游戏 根据信封证的内容 尼克找到了线索指向的地方 尼克在大学的办公室 果不其然 尼克的键盘上 就摆着学有线索2的信封 信封里写着 我们来假扮间谍 前往棕色小屋 我们假扮帅气宠妮的丈夫 和甜蜜深情的妻子 尼克还在思索这段话里的意思 帮尼去从办公室里 找出了一条红色内裤 他没有怀疑 只当是尼克与艾米之间的夫妻请去 但当他问起 棕色小屋指的是什么 尼克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晚 艾米就偷偷来到了一间附近的母屋 这就是信中的棕色小屋 在尼克年幼时 父亲总是不在家里 为了安慰妹妹小哥 他就谎称父亲是个间谍 代号布朗先生 在英文中 布朗和棕色是谐音 也就是说 那封信所指的并不是棕色的母屋 而是布朗先生的母屋 布朗先生的事情 尼克只告诉了艾米一个人 艾米有两人之间的秘密做线索 无疑是一种挑衅 尼克倒要看看 艾米在卖什么馆子 可尼克刚一进门 警报声就响了起来 而母屋桌上正摆着第三个信封 看来尼克猜得没错 这里就是线索二中提到的棕色小屋 这时邦尼警官也出现在了门口 质疑尼克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尼克连忙把信封装进口袋 失口否认了这个说法 还告诉邦尼 这栋木屋是他附近的房产 他只是例行来这里检查一下 并且这栋房子的外契是蓝色的 并不是什么棕色小屋 回家的车上 尼克一直想着第三个信封里的内容 五周年纪念日的礼物 你都放在了那里 打开内闪门 动作要快 这些话让尼克感到不明所以 他狠狠地垂了一下方向盘血分 头中一直骂着艾米 镜头回到艾米的日记 这一次他笔下的内容发生了改变 艾米察觉到和尼克的婚姻 逐渐有了裂痕 那是一次经济大萧条 传统纸媒行业凋零 尼克和艾米两人都失业了 而令两人经济状况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艾米父母的出版社遭遇了动荡 挪用了艾米的信托基金 来填充现金流 将近100万美元 几乎是两人所有的积蓄 尽管尼克嘴上说着供客时间 心里仍旧埋怨艾米 擅自把钱给父母 但实际上 信托基金里的钱 本就是艾米父母的财产 为了报复艾米擅自做主 尼克用了两人仅剩不多的存款 给自己买了一台平板电脑 生活也变得颓废不堪 整日喝酒打游戏 让艾米也变得很是疲惫 他不愿让夫妻关系 变成互相猜忌贬低的悲剧 也不愿让自己的体面 被无尽的争吵磨灭 但事与愿违 尼克的不成熟 让这一切变得越来越糟 不久后 尼克的母亲突发重病 尼克没有光问过艾米的意愿 带着她搬到了家乡密苏里 在密苏里 艾米脱离了纽约的环境 她在这里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尼克也和她逐渐疏远 这而艾米觉得 自己只是一个指挥扫兴的累赘 如果有必要 下一刻就可以扔掉 在尼克的母亲去世后 夫妻两人正式定居在了密苏里 艾米在这里租了个房子 并用信托基金最后的钱 给尼克买了间酒吧 即使酒吧一直在亏损 艾米也依旧为此投资着 在家里 艾米似乎不再是 那个甜蜜幸福的妻子 而是酒吧的拥有者 婚姻生活的出资人 只有在尼克有需求的时候 才会与艾米亲密接触 这让她觉得 自己似乎是个性工具 尼克也常常在外游玩 留艾米独自一人在家里 这让艾米变得无比绝望 为了挽救这段婚姻 她甚至有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要个孩子 只要有了孩子 她和尼克之间就有了新的羁绊 可尼克激烈地反对这个主意 争执之下 她甚至将艾米推倒在地 艾米装上了身后的柱子 狠狠倒在了地上 她惊恐地看着愤怒的尼克 一瞬间 所有的爱意都变成了恐惧 面前曾经温柔体贴的矮人 似乎变成了疯狂的施暴者 在那之后 艾米再也无法感到片刻的安全 她休于告诉父母 自己婚姻的失败 只能独自忍受 无尽的绝望与恐惧 她在日记的最后一句中写道 尼克可能会杀了我 镜头回到艾米失踪的第三天 尼克出席了 为寻找艾米而举办的慈善宴会 在宴会上 尼克拥抱每一个前来安慰的客人 为每一个流浪汉端上食物 像一位社会名流那样 享受着他人的注视 邦尼前来问尼克 霍桑女士的事情 就是那天晚上自称是艾米好友的女人 但尼克对此却显得毫不知情 这时 一个穿着性感的女人前来和尼克搭讪 还拍下了一张艾米的自拍 在镜头里 尼克笑容灿烂 没有一丝悲痛的样子 妻子刚刚失踪 生死未卜 尼克却在这夜里有人谈笑风生 这一切突然艾米的母亲生气极了 下午 巴尼又来到尼克家中搜查 他在尼克的信用卡账单中 发现了11万美金的巨额欠款 而且账单中提到 高尔夫球杆昂贵的电吉他 都没有出现在房子里 晚上 尼克回到妹妹小哥的家 小哥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焦虑 尼克安慰了他几句 就劝他回去睡觉了 突然 尼克收到了一封短信 发现人是温迪 他谨慎地张望着四周 一个女人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他就是温迪 尼克的学生 也是尼克的情人 艾米失踪的时情闹得沸沸扬扬 连带这个年轻的女孩也十分恐慌 他投进尼克怀中寻求安慰 两人立刻干柴烈火地滚到了一起 缠绵过后 尼克警告温迪 这是艾米被找回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如果被外界知道温迪的存在 尼克就将身败名裂 此时此刻 邦尼正顺着线索 宣传艾米的踪迹 在树地下市场 他找到了声称见过艾米的人 那人说 艾米曾在不久前来这里买枪 可惜这里并没有手枪出手 那天 艾米看起来十分惊恐绝望 似乎在戒备着什么人 第二天清晨 尼克和温迪都睡过了头 察觉到天已经亮了 尼克赶忙催促着温迪出门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小哥正站在他们身后 看着这一切 尼克的出轨 让小哥不然大怒 他不敢相信自己 全心信任的哥哥 竟然瞒着自己 发展出师生脸 尼克满口谎言 留恋风月的样子 更是让他想起了 他们不负责任的父亲 尼克解释说 和艾米的婚姻令人作呕 每天面对着艾米的脸 让他无法呼吸 尼克都无耻震惊了小哥 妻子艾米刚刚失踪 他就迫不及待地 和小牛滚在一起 明明花的都是艾米的钱 却还能大言不惭地 控诉着婚姻的压抑 现在新闻上都在报道着 对尼克不利的消息 那些尼克在宴会上 灿烂一笑的照片 和陌生女人亲密的合照 都被扒了出来 全社会都在谴责尼克的不负责任 在这风口浪尖 只要有人发现他的外遇 舆论就会让他成为重视之地 很快 邦尼对尼克家中的调查 就有了结果 在法医检测的照片中 卢米诺世纪的光亮 将整个厨房照得亮如白昼 努米诺世纪 是一种能使血液痕迹发光的化学品 也就是说 厨房中曾经鲜血满地 在邦尼来到尼克家中时 这些血液已经被清理掉了 根据检测 这些血液正是艾米的 法医认为 艾米是被一种棍棒的钝器击晕 接着被人搬离到案发现场 邦尼神明的小景潭十分怀疑尼克 但邦尼却不想就此轻率地做出定论 当晚 是附近的居民为艾米祈祷首页的活动 尼克站在舞台上 和艾米的父母深深拥抱 接着发表了一份 看似情深意中的演说 但台下的群众并不买账 他们甚至对这个 在妻子失踪后 公然与其他女人亲力合照的男人 没有任何信任 甚至有人在台下 用口型骂她 是个混蛋 正当尼克强撑着 继续准备演说时 霍桑女士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大声质问 你到底对你怀孕的妻子做了什么 艾米被你弄到哪里去了 艾米怀孕了 这个消息如惊雷般 在人群中炸起轩人大波 人们的情绪越发激动 追在落荒儿童的尼克身后 高声叫骂着 邦尼护送尼克回到了案发的房子 尼克坚称自己并不认识货桑 可邦尼却找出了货桑与艾米的合照 证明两人的确是好友 艾米怀孕的消息 让邦尼也不能继续在心中为尼克开脱 她坦白道 在第一次见到案发现场时 她就知道这个现场 是被人粗略地伪造出来的 邦尼还拿出了一打资料 那是尼克的财政账单 她欠下了11万美元的巨款 最重要的是 艾米的保险额赌 在不久前得到了大幅提高 而给保单确认签字的人正是尼克 房间中的血迹 不和谐的夫妻关系 巨额欠款 突然被提高的保额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可能性 故意杀人 也就是说 尼克是最有可能伪造艾米失踪 从而杀其骗保 获得巨额财富的人 尼克呆呆地看着西红卡账单 那些高尔夫球杆 电吉他 游戏机 他从来都没有买过 就连那份保单 也是艾米收益他签下的 但证据白纸黑子摆在眼前 尼克百口莫辩 这时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警方已经和医院确认 艾米真的怀孕了 尼克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艾米玩弄于鼓掌之中 气愤地将杯子衰落在地 他决定请律师维护自己 在此之前 他不会再和警方说任何一句话 事情朝着对尼克不利的方向一路发展 艾米的母亲给尼克打来了责备的电话 小哥也在质问他艾米怀孕的事情 尼克在多方的压力下几近崩溃 他大发雷霆 怒火着告诉小哥 是艾米一直不想要孩子 自己只是出于没面子 才没有说这件事 但小哥却说 这只是尼克的一面之词 现在没有人会相信他 尼克转身 从房间中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有人工受孕机构的资料 尼克说 他一直想要个孩子 因此取了精子 可艾米却一直拖拖拉拉拉地拒绝采卵 直到机构通知将销毁尼克的精子 人工受孕这件事也没有完成 那个小盒子里不只有 人工受孕机构的文件 还有艾米和那个跟踪狂前男友 克林斯的信件 说起克林斯 尼克十分不满 克林斯有钱有失 二十年如一日的爱着艾米 这样尼克想起来就不舒服 即便艾米早就丢弃了那些信件 尼克还是偷偷一封封地捡了回来 似乎这样 就能在心中道德谴责他 小哥震撼于盒子的内容 这简直像一个尼克存放 对艾米恨意的保险柜 尼克叹了口气回答说 可能我确实恨艾米吧 小哥只觉得头痛极了 安静到现在如同一团乱骂 艾米并不是外界传说中的美国甜心 哥哥尼克心里也埋藏着太多恨意 两人似乎都有把对方害得 身败名类的动机 小哥不敢再想 他躲门而出 留下尼克独自在家中 思考下一步对策 尼克又拿出了 《写有线索3》的新风端详 他终于破解出了字迷 跟着线索指引 赢入眼帘 高尔夫球杆 游戏机 电吉他 堆满了整个仓库 一个礼物盒 摆在了奢侈品证中间 而此时此刻 邦尼来到了那晚 尼克偷偷溜来的小木屋 试图找出尼克隐瞒的线索 在木屋的火炉里 他找到了那本艾米的日记 日记本已经被火焰烧得有些破损 但好在 还能看清纸上的自己 日记中满是艾米对这张婚姻的绝望 与对尼克的恐惧 最后一句令人毛骨悚然 尼克会杀了我 经常回到尼克这边 他拿着那个礼物盒找到了小哥 礼物盒中是一只精巧的潘区玩偶 在童话中 潘区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艾米留下这只玩偶 就是在肆意嘲笑尼克 已经成为了他手中的提线木偶 只能任由德的操弄 成为一个杀害妻子的罪人 小哥看到这个玩偶 彻底打消了对尼克的怀疑 可当务之急 是洗脱尼克身上的嫌疑 但艾米的陷害几乎诬陷可击 最要命的是 他们居住的密苏里州 是美国少有的几个有死刑的地方 如果尼克真的因为杀妻被判刑 再加上社会一边倒的云人压力 很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艾米将尼克陷害致死 尼克和小哥都感到心中一冷 第二天一早 尼克找到了当地有名的辩护律师坦娜 他专门为了被指控杀陷的男人辩护 看到尼克来找自己 坦娜十分高兴 能借到知名度如此高的案子 也能大大的帮他提高知名度 坦娜果然专业 听完尼克的描述 就想出了应对艾米的策略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但艾米已经失踪了 主动权在尼克手中 只要能打破艾米的完美假象 就能够扭转战局 坦娜给尼克制的第一招 就是让他找到八年前 被尼克控到的前男友汤米 收集艾米操纵他人的证据 有了坦娜的帮助 尼克心里才松了口气 但坦娜要价高昂 尼克东拼西凑 也没有错到十万美元 是小哥卖了房子 才勉强交上了辩护费 尼克和小哥忙得焦头烂额 而艾米则早就在乡下的泳池边 享受了灿烂温暖的日光雨 事前还有说回到案发之前 他打定逐意要陷害尼克的时候 从制定好计划起 艾米就做起了准备 首先 就是要结交附近的邻居 艾米看中了 好朋友热心肠的货丧女士 时常和他在一起谈天说地 不经意间透露出尼克脾气暴躁 甚至推丧自己 当然 这一切要写进那本临时准备的日记里 作为指控尼克的证据 日记的内容要真假参版 能够被求证的细节 务必保证真实 而那些两人独处的情节 就可以任由艾米自我发挥 接着安装用尼克的信用卡 购买奢侈品 偷偷堆放在小哥的仓库里 在趁尼克不注意的时候 让他签下保单 就捏造出了他杀气骗保的动机 但仅仅失踪 艾米想到了怀孕 这是计划中最难的一步 他邀请怀孕的霍桑女士到家里做客 有意无意让他多喝水 促使他就用家里的洗手间 这样就可以获取含有容膜膜粗性腺激素的尿液 再利用这份尿液骗过孕间 意愿就留下了艾米怀孕的报告 一切铺垫已经就绪 专业就到了失踪案发的清晨 艾米找了个由头将尼克支了出去 下一刻 他就开始紧挪密国的布置协案发现场 打翻查机弄乱客厅 用输液管抽取大量血液洒在地上 再像一个笨拙的新手犯罪那样 擦去地上一片狼藉的血迹 别忘了要在闲眼的角落留下微小的血点 引导警方测试房子里的血液痕迹 找一根棍棒涂上鞋作为凶器 丢进火炉烧掉半截 既有毁尸灭机的意味 又能让警方辨认出凶器的样子 再将那本先有尼克无数最壮的日记 丢进木屋的小火炉里 恰到好处地烧毁掉一切 更改木屋的报警系统 让尼克一踏进木屋 就能被警方抓个正招 配合那本日记 就捏造出了尼克销毁证据被打断的场景 万事俱备 艾米将证据信放在角落中 用来致敬这段冥存失望的婚姻 既然寻宝游戏已经不再甜蜜 那就让它成为尼克的噩梦吧 艾米的计划万无一失 全部事情都按照他期待的那样发展了下去 再过不久 尼克就会被千夫所指 成为杀死温婉优秀的妻子的恶棍 尼克发现艾米失踪时 艾米已经开上了一辆 没有拍照到二手车 穿梭在田园的道路上 他一支支丢弃那些精美可爱的笔 就像把那个对美好婚姻满怀期待的自己 泡在脑后 艾米进化的最后一步 就是吃下一大把棉药跳进海里 等待警方发现自己的尸体 彻底坐视尼克杀妻的罪名 这足够让他被判死刑 或许在旁人看来 尼克只不过是在婚姻中 放下了自己伪装的华丽外壳 成为了那个堕落 好色 不负责任的丈夫 但对于艾米来说 这恰恰是最不可饶恕的事情 他从来都没有爱上尼克的本质 而是爱上了尼克伪装出的 翩翩公子的模样 而尼克也并非真的爱这个 空之欲强 分尸寄俗的艾米 他爱的 也只是艾米伪装出的美国天心 一开始 艾米激励着尼克分发图强 尼克也维护着这段婚姻 光鲜亮丽的外表 但当尼克的伪装被岁月抹去 只剩下艾米独自监署了这一段 败絮其中的婚姻 直到五周年的这一天 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对艾米来说 尼克最大的错误 就是杀死了他心中完美的自己 这无意欲谋杀 这一整串计划 也并非是小肚鸡上的报复 而是要尼克血债血偿 来到小乡村 艾米将那头巾发扬成棕色 穿上一身土里土骑的衣服 再戴上一只假眼镜 那个美国甜心艾米不见了 她化身为乡下牛男戏 躲在出租屋里避风头 出租屋里 艾米收拾好房子 清点身上带的现金 足够一万多美元 足够她消耗生活好一阵子 艾米站到镜子前 拿出一把铁锤 卯足继尔抄自己的脸狠狠砸去 留下一片深深的瘀青 这样以来 艾米就为自己找好了 搬到乡下的动机 一个可怜的家暴女人 躲在出租屋里 有谁会怀疑呢 有谁会不可怜呢 第二天清早 艾米一出门就碰到了邻居 朋克女孩格雷塔 两人草草打了个招呼 艾米就前往图书馆 查找关于尼克的最新进展 事情当然按照她的计划 发展了下去 但看到尼克在宴会上灿烂的笑容 艾米还是恨得哑哑哑 回到出租屋边 艾米躺在泳池边晒日光雨 格雷塔自来书地躺在了旁边 八卦地问起了艾米脸上的瘀青 是不是被家暴的丈夫打的 艾米有些悲痛地说道 自己的丈夫曾经是个偏偏君子 两人在唐双飞舞的夜晚定情 在甜蜜中交换了第一个吻 但在一个晚上 自己去丈夫工作的酒吧 想给她一个惊喜 谁知情看到丈夫和一个 看起来不到20岁的女孩走在一起 那个夜晚同样飞舞着唐双 而丈夫也同样在甜蜜中 亲吻了那个年轻女孩 格雷塔听完对艾米深感同情 抽着眼离开了泳池 希望让她自己静静 而艾米看着格雷塔的背影 露出了一个轻蔑的笑容 镜头回到尼克这边 她遵循历史坦拿的安排 找到了艾米八年前的男友汤米 汤米看起来捧头狗面 她自称是艾米操纵人心的受害者 咬牙切齿地回忆到 八年前艾米相知相恋 但慢慢地 汤米发现艾米是一个控制狂 她不择手段地 要将爱人的人格全部吞没 因此汤米和艾米产生的争执 紧接着疏远了艾米 谁知艾米完全接受不了 自己的汤米疏远 为了报复 艾米竟然谎称汤米强了她 还伪造出了许多抵赖不得的证据 汤米变无可变 只能主动认罪 依次逃避老狱之灾 但罪犯的身份 让她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 只能穷困潦倒地度过余生 这样看来 艾米不仅仅是将自己 伪装成受害者的惯犯 更是一个报复性极强的犯罪高手 晚上 尼克乔装打扮 驱车来到艾米学生时期的 恋人柯林斯家 希望能打探到更多消息 尼克告诉柯林斯 她是循着信件上的地址找过来的 此行的目的就是想问清楚 柯林斯和艾米分手的原因 或许柯林斯也是艾米的受害者 谁知柯林斯十分冷漠 完全不准备回答尼克的任何问题 直接向她赶了回去 只有柯林斯心理清楚 或许艾米的确是个操作人心的惯犯 但她自己也的确是个 不折不扣的控制狂 镜头回到艾米的出租屋前 她正和邻居格雷塔 看着晚间新闻 节目上 霍丧小姐对艾米大夸特夸 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诉说着艾米的无辜 格雷塔全身不买账 说艾米肯定是一个有钱必吃 艾米不爽极了 趁着格雷塔不注意 在她的水杯里吐了口口水 看着格雷塔毫无知觉地喝了下去 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 第二天 艾米和格雷塔打高尔夫时 不小心掉出了随身携带的钱包 里面厚厚的绿色打钞 吸引了格雷塔的注意 在看艾米打高尔夫时的优雅姿时 完全不像是个落魄的乡下女人 当晚 格雷塔就带着男友 闯进了艾米的房门 抢走了那一包厚厚的大潮 格雷塔其实早就看出来 艾米头发是染的 眼睛是假的 如此乔装打扮 身份一定不同寻常 就算抢了艾米的钱 她也没有胆子报警 这或许就是秀才遇见兵 艾米身无分文 只能无助地躲在床上哭泣 而镜头回到尼克这边 律师坦拿那边出了一个歪点子 要求尼克主动上电视节目 坦白自己出轨的事实 并情深义重地对艾米告白 因为情人温迪是个定时炸弹 只要被人爆出 就有可能让鱼人认定 尼克是为了情人双速双飞 而杀气骗暴 只有先下手围墙 才能应对社会的压力 尼克同意了 她在坦拿的特训下 一字一句地练习着发言 试图营造出一个 深情丈夫虚心回过的样子 可事与愿违 温迪竟然抢先一步登上的新闻 坦白自己和尼克的不轮关系 这彻底打乱了坦拿的计划 她决定让尼克先避避风头 然而 尼克却坚持要上节目 坦拿拗不过只好同意了 尼克看向化妆台上的镜子 眼神瞬间变得坚定深情 似乎那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又回来了 这边 尼克即将登台 艾米却在路边彷徨着 他身无分文 不知何去何从 进退两难之下 他打给了克林斯 那个二十年爱他如一日的男人 克林斯如天神般 光鲜亮丽地来到了艾米眼前 克林斯问起信件的事情 艾米心里清楚自己早就扔了 恐怕是尼克捡回来的 嘴上却说 这些信使用来怀念她们美好的爱情 还哭哭啼啼地诉说 尼克如何虐待自己 自己又是如何想念克林斯 克林斯听完十分懂容 立刻将她接回了自己的湖边别墅 别墅富里堂皇 陈舍华丽昂贵 克林斯殷勤地为她介绍着 家具如何使用 还有些不满的嫌弃着艾米 灰头土脸的样子 丝毫不像曾经那个 光鲜亮丽的美国天心 艾米却丝毫没有心情 听克林斯的岁岁念 她眼睛紧紧盯着 电视上尼克的身影 在主持人的追问下 尼克妙语连珠 回应着咄咄逼人的追问 还正对着镜头 向艾米深情告白 那个已经在岁月中 磨灭的拼拼君子又回来了 艾米迟迟迟地盯着 尼克那张深情的笑脸 心中剧烈地摇摆着 演说大获成功 塔娜和小哥都在 为尼克加油打气 只有尼克闭上了双眼 她知道 自己绝对玩不过 睿智的艾米 因为这场演说 并不是挽回自己的声誉 而是重新做回那个 温柔体贴的丈夫 向艾米服染求饶 希望他能给自己 一个逃脱审判的机会 然而还没等尼克松一口气 警方就查到了 小哥的仓库 那些信用卡账单中的 奢侈品琳琅满目 邦尼再也无法 在心中为尼克开拓 她把尼克和小哥 都带到了警局 开始了新一轮的盘问 邦尼拿出了 在木屋中找到的艾米的日记 笔记真实 细节真实 尼克无论如何也无法抵赖 警员还在案发的房子中 找到了那根木棒 看样子 在火炉中烧过 正文和法医所说的 接约艾米的棒状盾气 这些指控 无疑将尼克认定成杀人犯 邦尼再也无法相信 她的任何一句话 将她投入了拘留所里 第二天一早 艾米一跤睡醒 在克林斯的房子中走着 克林斯醒出呢 推开门 巨大的声响 吓得艾米魂飞魄散 她摆出一副 单惊受怕的样子 说自己是在尼克的长久暴力下 不堪重负 已经彻底失去安全感 克林斯既心疼极了 她轻声安慰着艾米 说这栋房子的出入口 都装满了监控 只要有陌生人进出 一定会被拍下来 艾米在这里是否安全 说着 克林斯拿出了 买来的染发膏和化妆品 还有几件高档的绸缎衣服 要将艾米改造成 那个曾经荣光焕发的女人 其实尼克猜对了 艾米也曾操纵过克林斯 但克林斯可不是 汤米娘的善茶 那些跟踪的指控 却有其事 这次艾米走投无路 回到克林斯身边 克林斯又打定主意 要把艾米把握住 要让她成为 自己手中的金丝犬 第一件事 就是让艾米重新成为 那个她爱上的美国甜心 克林斯爱连地 抚摸着艾米脸上的郁青 全然没有注意到 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寒光 艾米怎么会不知道 克林斯的小心思 但看到尼克在电视上的表现 并知道克林斯的房间里 满是惊恐 一个计划在艾米的心中 悄然成形 尽管有些冒险 但她认为值得 在那之后 艾米换上了 克林斯准备的高档裙子 脸上是妩媚温柔的笑意 如同一个完美的妻子 为克林斯准备好早餐 满眼仰慕地 听她讲那些枯燥的事 在克林斯出门前 艾米给了她一个热烈的吻 还咬破了她的嘴唇 将她的衣服头发 弄得一团乱 美其名曰是潮流 克林斯惊讶于艾米的主动 还以为金丝却 终于乖乖回到了自己手中 殊不知 她一边整理仪表 一边擦到嘴上血液的样子 被门口的监控拍了个正照 而艾米在显示屏中 确认了克林斯出门后 就开始了新的计划 艾米用红酒打湿裙子的下摆 如同一头痛苦的小手般 趴到玻璃门前 痛苦地哭嚎着嘶吼着 向监控镜头展露自己 被红酒侵染的 如同血流布置般的下身 再用麻绳不断勒紧自己的手腕 伪造出被人捆绑的痕迹 紧接着 艾米找来一个酒瓶 狠狠地朝自己的体内筒去 坚硬的瓶口 将它脆弱的黏膜划伤 但艾米的表情十分坚定 眼中透露出志在必得的神采 做完这一切 克林斯正好回家 艾米穿着性感 主动地吻了上去 接着清解罗上 无限风情地诱惑着她 克林斯按捺不住 两人立刻干柴烈火地缠绵起来 正当艾米的气氛逐渐升温 艾米就抽出一把美工刀 毫不犹豫地划破了克林斯的静动脉 鲜血喷涌而出 离满了艾米全身 但她却毫不在意 翻身做起 不忘运动 让克林斯在体内留下精子 那浑身浴血 面露熏光的样子 如同一个女战神 镜头回到尼克这边 塔纳不愧是人脉广泛的知名旅士 很快将尼克保释了出来 回家路上 人们疯狂追打着尼克的车辆 群情激愤地咒骂着 第二天早上 尼克还在沙发上小睡 就听到窗外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声音 尼克打开门向外张网 竟然看到艾米浑身是鞋 离花带雨地向自己走来 一见到尼克 艾米宛如看到了自己的救星 布着普金特的怀中 尼克装作十分感动的模样 实在在艾米耳边轻声咒骂 你这个贱人 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 竟然有了个莫名其妙的大团圆结局 尼克还没反应过来 只好带着艾米去医院检查 由于克林斯的死亡 FBI也介入了这件事 艾米声泪俱下地告诉警方 是克林斯绑架了自己 接着在克林斯的强暴下 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艾米在邦尼的逼问下 哑口无言 毕竟她突然改变主意 许多地方都没有来得及远回去 只能装作体力不知的样子 躲避盘问 邦尼还想继续追问 却被稀释女人的FBI阻拦 这桩满是漏洞的犯罪 也由此遮掩了下来 FBI询问艾米 你觉得你跟你丈夫回家是安全的吗 艾米朝着窗外的尼克 展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似乎在无声地诉说 她对丈夫的爱恋与依恋 尼克也回应了一个轻松的笑容 可看着艾米那得意洋洋的眼神 她只觉得毛骨悚然 经此一时 艾米和尼克夫妇声名远扬 艾米被誉为秘宿里的奇迹 尽受追捧和爱戴 一关上家门 两人其乐容的氛围 立刻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地使剑拔弩张 艾米命令尼克脱光衣服走进浴室 以防他身上带着鞋听起 尼克指自艾米是个杀人犯 并坚定地说自己要和他离婚 可艾米先早已经算计好了 如果尼克在此时离开了艾米 就立刻会被舆论攻击成一个 抛弃尽受委屈的妻子的渣男 社会的压力会让尼克万劫不复 晚上 尼克如同一个谦卑的仆从 为艾米盖好被子 面对她同窗共枕的邀请 尼克冷淡地转身出了房门 艾米放松地享受着家的温暖 而尼克居多地客户不敢入睡 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场面温馨而诡异 第二天一早 尼克走出房门 就看见艾米贴心地准备好了早餐 正一脸幸福微笑地看着她 尼克只觉得不寒而栗 当天下午举办了 庆祝艾米归来的宴会 艾米站在正中央 享受着人们崇拜的目光 她拉过尼克骄傲地说道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婚姻 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 却不懂得好好经营 才是最大的悲剧 说完 艾米轻声命令尼克亲吻自己的脸颊 尼克俯身 做出亲吻的动作 嘴唇却丝毫没有碰到艾米 两人的婚姻在媒体的渲染下 幸福美好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这背后是无尽的揣测与控制 不久后 尼克 小哥 邦尼和坦娜 齐聚在餐馆 电视上中播放着艾米接受采访的画面 她站在阳光下 带着温婉得体的笑容 感谢群众对自己的支持 和对尼克的宽容 映然一副原谅丈夫出轨的三好妻子的模样 尼克深知这个女人有多么危险 纷纷不平地想要起诉离婚 可坦娜却漫不经心地劝说道 你还是好好珍惜你现有的生活吧 如果你惹恼了艾米 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 说完便扬长而去了 坦娜说得对 艾米深不可测 想要离开 尼克只能继续玩意艾米可以放过自己 艾米告诫尼克 我不会伤害你 但我希望你的参与 你要负起你自己的责任 日子过了一个月 艾米复合仍旧保守媒体关注 这一天 一个知名记者要上门拜访 尼克决定在镜头前 揭露艾米杀人的事实 可艾米却抛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她怀孕了 尼克不敢置信 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艾米怎么可能怀孕 可艾米却说 她早就赶在尼克的精子被销毁之前 做了人工受孕 尼克急了 她一把将艾米推到墙上 狠狠地咒骂着 可艾米丝毫没有惧怕 她抬起头 趾高气昂地说着 你只有要搏斗我认可的时候 才像个人一样 别忘了 是你在镜头面前向我求救 而我为你杀了人 这世上还有谁能如此爱你 尼克苦恼地抱着头反驳 我们是相爱过 但现在只剩下猜忌和控制 艾米单单地回答道 这就是婚姻 尼克无助地瘫软下来 这一刻 她终于接受了现实 下辈子 她都要和一个杀人犯共度余生 楼梯上 艾米向尼克伸出手 而尼克如同一个谦卑的奴仆 牵起她高贵的女王 两人携手走向记者的镜头 展现出对彼此的深情 更爆出他们即将为人父母的重磅消息 记者激动地拥抱着艾米 与无伦慈的祝贺者 只有尼克在一旁怅然若失 夜里 尼克去找妹妹小哥 告诉她 自己决定和艾米继续生活 并说这是为了承担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小哥为尼克的遭遇泪流满面 但作为双胞胎 她还是察觉出了尼克的真实想法 尼克想要留在艾米身边 她要像曾经伪装出的那样 重新做一个中产阶级的偏偏君子 小哥只感觉到心碎 但也只能支持尼克的决定 影片的最后 又一次出现了开头时的场景 艾米趴在尼克的胸前 如同一只温顺的猫咪 镜头中没有尼克的脸 只有她的一只手 轻轻地爱抚着艾米的秀发 旁白讲述着尼克的内心 你在想什么 你感觉如何 我们对彼此做了什么 我们将何去何从 艾米突然抬头 露出了一个志在必得的笑容 电影就此落幕 这段首尾呼应看似温馨 细细想来却让人后背发凉 在彼此伤害 互相控制的争夺后 没有人真的在婚姻中 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比起一桩家长里短的伦理电影 我更愿意称它为一部 顶尖的犯罪影片 她的原名为Gone Girl 消失的女孩 在艾米的成长中 父母嫖妻了她的人生 并加以改进 兜售给所有读者 艾米虽然不愿 被一个虚拟形象甩在身后 可爱于父母才是自己的经济来源 她只能惺惺作态 伪装出一副美国甜心的模样 以此来取悦自己的父母 在父母的高压下 艾米没有学会爱的内涵 她只知道人与人的亲密关系 是控制 是争夺主动权 她的极端恋爱中 一旦感到对方不听话 就立刻燃起雄雄的报复欲 要将对方害得万劫不复 而艾米的确是一个犯罪天才 多年来 她的构险从未被人成功解法 说到尼克 她的父亲是一个满口谎言 不负责任的酒鬼 这个形象让尼克避之不及 因此 她把自己包装成温柔体贴的君子 依次来逃避父亲对自己的影响 在那之后 艾米与尼克萍水相逢 一个虚假的美国甜心 一个伪装的偏偏君子 两人一拍即合 成了看似美好的一对爱律 但谎言逐渐被现实击破 没有人可以一直伪装成最好的模样 艾米在婚后 显露出她的咄咄逼人 控制欲强的一面 尼克也在经济危机后 彻底堕落颓废 甚至酗酒 出轨 推卸家庭责任 这彻底激怒了艾米 她让尼克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从艾米实施陷害尼克的计划起 她就不再是那个 按赖真实欲望 试图迎合她人期待的美国甜心 就如通电影的《真实一鸣》那样 曾经的那个女孩消失了 留下的是一个被原生家庭荼毒 又偏偏睿智樱恨的艾米 正当一切随着艾米的计划发展时 尼克终于意识到了艾米真正的目的 艾米要杀死的并不是那个偏偏君子 而是那个懒惰自私的堕落尼克 因此 尼克重新觉醒了 她登上舞台向艾米求饶 殊不知 这个举动让她彻底失去了 和艾米关系中的主动权 注意到尼克觉醒的艾米搭受震惊 也决定回应尼克的求救 艾米借着克林斯想要占要自己的目的 无情地反杀了她 并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受害者 一个软弱 坚毅 纯情 宽容的妻子 从这一刻起 那个女孩彻底消失了 而那个劣迹斑斑 受端阴毒的矮人 不容拒绝地回到了尼克的生活 并将彻底控制住这段婚姻 在电影的尾声 尼克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可艾米怎么可能允许到手的猎物逃跑 一个孩子 一场社会舆论 就将尼克牢牢握在掌心 最终 这场争夺主动权的战斗 是艾米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而尼克也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现状 他决定从此留在艾米身边 共同改进两人禁欲其外 败蓄其内的婚姻 向媒体兜首 来维持他们光鲜亮丽的人生 尼克和艾米最终都成为了 他们最厌恶的人 却依旧极力否认着这个事实 仿佛摆出恩爱浅犬的姿态 就可以遗忘这段婚姻背后的 控制与伤害 那些听风事雨的群众不会明白 这些看似跌宕起伏的画面背后 是何等令人毛骨索然的犯罪 那些无知的 踏入婚姻的年轻男女早已忘记 为什么人们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在彼此猜忌 控制 伤害之后 曾经相爱的我们 又将何去何从